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吸引我的除了随心的巨额支票外 还有就是委托韩上的名字 并不是奥尔菲斯 而是 一个除我之外 几乎没有人知道的画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一个荒废了十年的废墟来说 这个房间难得还算完整 我想 我得在这里待上一晚了 但这里太黑了 我得在梯灯的燃料耗尽前 找到替代的光源 还好 这里的蜡烛还能用 通常墙壁上应该也会有一些 我得在梯灯的灰色 闭湾 我得在梯灯的灰色 闭湾 你得来一大破 门的灯 我得来一大破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得来一大破 门的灯 再来一大破 门的灯 我知道这是心理作用 但这些灯光 确实让我舒服多了 一架纸飞机 通常属于孩子们的东西 显然是在玩耍时 无意飞上去的 灯光惊动了老鼠 把他从吊灯上晃了下来 我很好奇 他的主人是谁 表面上的信息 目前能分析得到的 也就这些 不过所用的纸张 应该是看起来是一页日记 对应的日期 就在几天前 我想他的主人 很可能与我们要找的人有关 虽然已经无法写作 但我仍然能比常人 更容易感受文字中的情绪 利用阅读 我可以尝试在线当时的环境 甚至是反过来推断作者的信息 这儿应该就是那个游戏 发生的地方 描述中有提到 远处主屋的阁楼 这里应该还在庄园 只不过离主屋已经很远 不过 现在我的集中精神 跟上当事人的脚步 我真应该少喝点酒了 从自己判断 应该是男性 幼撇子 中等受教育程度 从这里开始 自己变得更加潦草而狂了 恐惧是他无法理智地描述自己的遭遇 似乎有什么在追的 是他无法理智地描述自己的遭遇 是他无法理智地描述自己的遭遇 好 啊 oh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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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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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